今天晚上首戰的中華隊 到底我們派出來的先發投手是誰呢 昨天晚上已經公布答案了 就是外界所預料的胡志偉 決定由大哥來出馬 扛起這個重責大任 台灣隊熱身賽實戰全勝 胡志偉被評估為正中狀況最好的投手 賽前評估面對巴拿馬之戰 台灣有非勝不可的壓力 那胡志偉他在日前官辦的熱身賽中 13球投一局標出兩次三陣 演出三上三下 那胡志偉說現在已經到最適合比賽的狀況 身心都已經準備好了 之前也有持續在研究巴拿馬隊 好接著呢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中華隊 今天的對手巴拿馬 他們的先發投手就是梅西亞 梅西亞是誰呢 他曾經在2020年跟2021年的時候 分別效力於馬鱗魚隊還有響尾蛇隊 而且當時他是有在大聯盟登板的 那今年呢他更是剛獲得了大都會的小聯盟合約 今年26歲的梅西亞曾經在2020年與2021年 分別效力馬鱗魚跟響尾蛇時在大聯盟登板 不過兩季合計只有8場出賽都是先發角色 勝投沒有開張還吞了5敗 防禦率6.68 他在2022年球季則是在墨西哥聯盟打球 待過三隊也有在多米尼加聯盟出賽 今年剛獲得了大都會小聯盟合約 而巴拿馬隊的總教練El Otis 面對為何派梅西亞先發的提問時不願多談 只表示我想要讓他投 大聯盟守護神李維拉日前已經抵達台灣了 那今天晚上他會擔任這個 中華隊首戰巴拿馬的特別嘉賓 哇這個真的是史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了 不過因為他是巴拿馬級的嘛 所以他昨天就被問到了 你希望的是巴拿馬贏還是台灣贏呢 我們來聽看看他的回答 I wanna give you the political answer I came here to support baseball Obviously being Panamanian I want Panama to win But here in Taiwan I want Taiwan to win So I mean that's contradicted But I love baseball And I want the best into 李維拉他來台灣的這兩天 其實也出席了不少的活動 昨天是他的個人分享會 不過昨天的分享會上 其實發生了一件有點尷尬的事情 就是在他的背板上面 竟然他的英文名字 第一個字母寫錯了 原本應該是M才對 結果竟然寫成M 哇這其實是蠻大的一個包 非常大的烏龍 對沒錯 那雖然說主辦單位呢 在這個活動之前就發現 然後趕快補救 不過呢 其實讓網友還是非常生氣說 真的是丟臉到家 李維拉分享會昨天登場 主辦單位不小心把李維拉名字拼錯 臨時用貼紙來修改 而分享會也因此延後 雖然有緊急搶救 但是網友還有球迷們絲毫不買單 紛紛在PTT等社群上嗆爆 說這樣也可以出包 太扯了吧 還有人說 這應該是對貴賓最基本的尊重 雖然分享會前出現這樣的小插曲 不過李維拉在活動中 並沒有受到影響 依舊掏心掏肺的講述 自己的職業生涯 以及人生觀念 這次的經典賽呢 總共有20隊要來角逐 最終的這個冠軍寶座 那ESPN他們就發布 他們對於20隊的戰力排行 首先呢奪冠大熱門 多明尼加就是排行在第一 那美國跟日本呢 他們則是分別排在第二跟第三 中華隊則是被排名在第十一 不過呢ESPN也分析 他們認為說中華隊 還有哥倫比亞 意大利還有以色列等國 同樣都是這一次經典賽的黑馬 中華隊 中華隊光是在熱身賽得分 就讓主播高潮 要是拿到經典賽冠軍 那全台灣都要高潮了 ESPN認為中華隊是一批黑馬 他們在開賽的前一天 公布最新戰力排行榜 把20支參賽隊伍分成四個等級 中華隊排在第三等級 和哥倫比亞 以色列 還有預在同組的意大利等國 被認為是本屆的黑馬 這一球打得不錯 在中間方向右突出籃打 二兵張玉成 這個時候又幫助中華隊來首開紀錄 我覺得1比0的領先 ESPN點名二兵 永遠忠誠 張玉成 認為效力於大聯盟紅話隊的他 值得注意 ESPN還提到上屆中華職棒的 三冠王林立 以及全雷打王吉利吉勞古冠 都是大限主力 綜合各隊的整體戰力 ESPN看好多名寧家 美國和日本是奪冠前三熱門 中華隊位居第11名 在預賽同組的五支隊伍裡 高於首戰對手 巴納馬的第15名 也贏過第二場比賽的對手 義大利的第13名 略訓於第8名的古巴 以及第10名的荷蘭 也就是說 ESPN認為中華隊有實力 爭取晉級 等於硬勾回來是角度好 好的擊球感覺這時候來了嗎 在右岸方向直接打到拳打 牆上形成了安打 希望中華隊一直維持好的擊球感覺 一路過關斬將 贏得榮耀 而大聯盟官網呢 也選出了這一次經典賽 20隊的最佳球員 他們都分析說 這些人呢 他們就是各隊搭進決賽的Keyman 那大家都好奇 那到底中華隊的Keyman是誰呢 就是兩場官辦熱身賽都開轟的大機 三冠王林立 林立在自辦熱身賽上狀況並不突出 不過在官辦熱身賽火力蘇醒 連兩戰開轟 他當時賽後受訪時強調 設定目標而不是結果 目前調整對於在節奏上的設定都很好 擊球過程都很不錯 而大聯盟官網記者克萊爾則是撰文列出了各隊的最佳球員 談到台灣時他指出 2019年到2022年效力克里夫蘭的張育成 可以說是中華隊最傑出的大聯盟球員 不過樂天桃園二壘手林立 則是本屆賽事中最值得關注的球員 克萊爾還分析 說林立以擊球力量和擁有很好的GAP POWER主稱 而林立去年在中職更是拿下了打擊王 還奪下了年度MVP 好 現在經典賽開始了 那也代表著說運彩要熱起來了 你壓哪一隊呢 對 沒錯 現在來告訴大家 這個中華首戰的賠率如何呢 如果是一個不讓分的狀況之下 壓中華隊贏的話是1.45倍 那如果是壓巴拿馬呢是2.15倍 所以看來現在大家是比較看好中華隊的喔 好 那另外呢 在這個讓分的部分 剛剛我看到那個姓志有問說 讓分是讓幾分呢 說說你壓中華隊啊 然後是讓1.5分的話 賠率是1.9 那如果巴拿馬呢 他是受讓1.5分的話 壓他的話是1.6倍 喔 所以呢 現在我們的Youtuber聊天室呢 我們也開了一個投票來問問大家 說今天晚上現在這個賠率揭曉了嘛 那你想壓哪一邊呢 你是壓1.中華隊不讓分贏 還是2.巴拿馬不讓分贏 還是你覺得中華隊讓分過了 還是中華隊讓分沒過呢 歡迎大家來投票 目前呢投票最多人選 就是中華隊不讓分贏 對我剛剛也是自己投下了這一票好不好 大家都非常的看好 我們一定可以摘下首勝 好 除了這個首戰賠率出爐之外呢 現在冠軍賠率最新的這個也出爐了喔 是 剛剛其實那個亞裔 不對 凱依 我是凱依 各位講錯 對不對 凱依也有提到說 其實現在大家最看好的是這個 多明尼加還有日本部分 所以他們的賠率呢 現在是2.7倍 那在美國部分呢是3.3 那南韓是13 古巴呢是15 那我們的中華隊呢目前呢是這個35 那荷蘭呢是45 那比較不看好一點的呢 巴拿馬是60 義大利呢是130 非常不被看好耶 真的耶 但是呢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難說啦 說不定有人真的壓然後就爆冷 他就贏了就賺了一波 對 因為大家要記得想看看 就是前陣子這個氏竹賽呀 氏竹賽來講的話 是不是前陣子真的是超級爆冷門的 沒錯 對 所以這一次呢也非常有可能爆冷門喔 那其實這個彩券行的業者呢 有跟我們來分享了 他說啊有人就是就愛台灣啦 而且台灣什麼的 所以呢他拿私房錢2萬塊出來 然後就給壓了中華隊 那如果他真的順利拆退的話 哇一口氣呢可以把70萬給爆回家 世界棒球經典賽終於開大 運動彩券也賣得嚇嚇叫 台北士林夜市的飛來巴彩券行說 我們這裡啊就是很多就是彩迷都會買日本 啊最大的投注是10萬塊 截至7號下午5點為止 台灣運彩最看好日本奪冠 開出賠率2.7倍 如果大谷祥平帶領日本拿到第三座冠軍 那這位彩迷就賺翻了 他可以拿27萬多 哇 也有不少球迷看好多名尼家 賠率和日本一樣是最低的2.7倍 反觀中華隊是35倍 各界都不看好我們創造奇蹟 但有愛國球迷高喊就是愛台灣啊 拿出2萬塊私房錢力挺中華隊 他就是愛台灣啊 他說他只要是那個 那種世界盃啊還是什麼東西 還是什麼籃球啊 足球啊棒球啊 他覺得就是說台灣隊不會冠軍 可是他還是一樣就是支持台灣隊 如果中華隊爆能奪冠 作為愛國球迷就可以報回70萬元 但業者提醒大家 投注兩力而為 小賭怡情 可千萬別妄想藉此提前退休 那我們也要來告訴大家 明天的賽程是什麼呢 明天我們中華隊是沒有打的 休息一天 所以大家可以很輕鬆的來看球賽了 然後明天12點的時候呢 有南韓對上澳洲 然後另外呢也有荷蘭對上巴拿馬 那晚上7點鐘的時候呢是日本對上中國 哇這場的相信呢還是很多人很想要看的 中日大戰嘛 沒錯 然後晚上7點鐘一樣 另外一場呢是古巴對上意大利 那其實古巴來講的話 剛剛那個賠率雖然沒有說真的很好 但是其實還是很多人很看好的哦 對而且意大利賠率那麼高嘛 對對不對 沒錯 是所以呢我們說到意大利 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還蠻有趣的小故事 因為呢這次經典賽其實是由響兵參旅 他們來負責幫忙球員啊跟工作人員 來準備他們球場的餐點 那他們就透露他們說意大利人 對於吃超有想法的哦 他們事前光是這個菜單 他們就改了好幾次 除了要求要有意大利麵之外 他們還特別要求說這個菜單上面 要有白米飯 白米飯耶 沒錯 所以為了這個呢 響兵參旅他們還特別買了電鍋 要放在球場煮白米飯給球員吃 響兵參旅資深經理戴婉玲就指出 意大利球隊要求意大利麵不要青醬 白醬 只要肉醬 還要求一定要有番茄湯 而主廚陳純賢則透露 由於意大利隊有五名吃純素的球員 所以在設計菜單的時候 就刻意設計出了別具特色的蔬果料理 像是墨西哥蔬菜捲餅 蔬菜炒飯等 而同時為了要兼顧婚食球員的飲食需求 主廚們也特別端出了紅酒燴牛肉 以及番茄意大利肉醬麵來提供球員們使用 而除此之外 意大利球隊更是特別要求要吃白米飯 餐廳也趕緊買了一顆電鍋 搬進球場要煮白米飯給球員吃